Hello 大家好 莎姐 剛剛發佈了一個新聞 因為新冠狀肺炎 日出嚴重 今天行政會議下午舉行特別會議 這是CC東網的報道 據知多項措施會在明晚28日 翁晚上6時實行 包括食肆客人 數量限於半數以下 即是不可以坐滿 每張桌子限坐四個人 桌子與桌子之間要保持1.5米的距離 其實真是難的 1.5米的距離 很多食肆都很迫 即是一張桌子做客一張桌子不做客 客人進入食肆必須戴口罩、涼體溫、 食肆預備初收益、預計維持兩週 政府會為食肆提供補償 另外明天28日 昨晚6時起 都會關閉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心、 兒童遊樂場、戲院等公共娛樂設施 另外Party Room等出租娛樂場所 亦需要暫時關閉 同樣為期兩個月 政府亦會提供補償 這是未實行的 政府正研究 就是四人以上的群眾聚會 預計對於其內推出措施 但公共交通將會豁免 而控罷意識也會另外有安排 我自己這樣說 如果你這樣做 你不如消禁吧 其實這樣做 跟消禁沒什麼分別 只要大家吃完晚餐 回到家就可以 其實我們現在都這樣行 你是防止一些不聽話的人 正常我們這些一般市民 除了有特別的事 要不然我們也是 放了工馬上回家 或者吃飯馬上回家 基本上不會到處逃 我自己覺得 如果是這樣 不如去到實行宵禁 反正都是 他們的有事說6月會再來 不如實行宵禁吧 你消禁 總之他一半天一出街就拘捕 那你就可以阻止到那些黑暴 總之我不理 你不要經常跟我說法律 我現在正在消禁 其實大家知道法律是只有港幣 我覺得 與其有一個很好的藉口 那我們為什麼不用呢 總之不理 如果你當中說 在研究四個人聚會 就不行 那包括他們現在的抗爭抗議呢 這個我覺得你們是需要想一想 如果是就很好的 對不對 大家看到了 我看到鄭大媽 中西區的鄭大媽 被人拘捕了 保釋出來 然後整班中暴的人 圍著說警察濫捕 然後有一幕你真的想嘔 鄭大媽在裝無知 我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有禁制令 知不知道 我上一輯片都說過 你知不知道有禁制令 和你可以公開別人私隱 是兩回事 你肯定就犯了這件事 你肯定就犯了這件事 你沒有權拿別人私隱的資料 你沒有權公開別人私隱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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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沒有知道禁制令是兩回事 你有沒有知道禁制令 你只是知法犯法 不代表你是罪佳一等 只是你藐視了法庭 你不知禁制令 你也是犯法 可以嗎 只是你多加一條罪 就是藐視法庭 你明知道有 老實說 你不知 不代表你沒事 這個是一個 你去不去看禁制令 你去不去接觸這個新聞 你去不去這個 不是法律的考慮情況 你知不知是另一件事 即是你不知道 原來打劫要判刑這麼重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 你現在打了劫 你不知道判刑這麼重 所以你不應該罰我 沒有可能的 這個基本上就沒有關係 正如我們這樣 正如我們交稅表 你收不到稅表 你沒有報到稅 到時稅局罰下來的時候 你說我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一個藉口 因為稅局有規定 如果你是需要交稅 而你沒有收到稅表 你是有義務 這個公民責任 你是有義務 是通知稅局的 我不管他那個是正常 自己貼出來 還是轉載別人 也好 當你轉載的時候 其實你當中的公民責任 就是應該報警 有人在我的Facebook 或者在我那裏 貼了這些東西 你是應該報警的 這是你的市民責任 是你公民的責任 而不是你再轉發 或者你自己鋪出來 好嗎 所以大家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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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不知道 我真是 幸好莎姐是小吃飯的 不是真的隔夜飯 都被吐出來 你60歲 你告訴我 你扮無知 你不要玩 你找個年輕一點 MISS PUN 那一系列 你說 我不知道 我們都受 你大媽 你扮不知道 扮可憐 扮純情 你不要嚇人 你就算你沒有看過這麼厲害 你活了這麼多年人 60年人 你不是連這些 基本人做的事都不知道 連這些基本生活的事都不知道 如果是的話 連這些不應該傳別人的私隱 你都不知道 如果是這樣 你怎樣生存了60歲 大家都知道 從來沒有人說過 你公開別人的職業是犯法的 但這是別人的私隱 大家在辦公室都知道 你不要說做過辦公室 你就算做清潔姐姐也好 做洗廁所姐姐也好 做保安姐姐也好 你都知道 你生存是一個秘密 你可以公開你自己的生存 但就算你知道別人的生存 你都不會公開 這些是活了這麼多年人的操守 你知道的 你問一下清潔姐姐 他知不知道什麼叫勞工法例 他都不知道 但是他活了這麼多年人 他知道這些是不可以這樣 所以你說阿鄭大媽說 我不知道 多餘吧 你活了這麼多年人 如果你60歲都不知道 我可以告訴你 你怎麼生存到現在 那你就不應該去做區議員 你自己的能力這麼低 你就辭職了 你應付不了 喂 喂 你罵 你困我們一哥的時候 你又這麼清楚 又說到這麼什麼 這些多餘 有膽做就有膽認 好不好 唉 頭都很痛 我希望有人可以告訴我 怎麼可以選擇區議會 我應該這樣說 我不想解散我的區議員 但是我想解釋 如果大家覺得 我的區議員 真是做得不好 當初我選錯了他 而什麼的 有沒有方法可以投票 解散他 或者是辭了他 又或者是 其實是否他被人告了之後 他就會自動辭職 或者他自動會被人辭職 希望有人知道 都話聲我自 所以不管是不是有關我的事 我那個不會的 那些這樣的問題 這次就說到這裡 也都希望大家 看一看 現在的區議員 怎麼樣 你就懂得選立法局議員 因為你想想 選了現在這樣的事情 純粹區裡面 都已經搞得這麼嚴重了 你說真的選立法 整個香港 是三權分立 立法是其中一權 就是你三分一權 你想想想 立法是一個很高層次的事情 如果他今天立法說 要收回所有警官的政權 他們通過的話 警員就沒有權力 沒有權力拉任 那是不是很危險呢 那這次就純粹跟大家分享 那講到這裡 好了 拜拜 拜拜